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建彪先生 在比赛开始前 我将对本次比赛的提示铃声做出说明 当总时长及自由辩论时间剩余30秒时 将听到一声铃响 请停止发言 现在我宣布国际华语辩论邀请赛复赛第二场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是陈词一环节 有请正方一遍 请 谢谢主席 大家好 艺术是人天马行空的想象 以某种艺术手法完成的表达 而拯救与毁灭也针对这两个部分展开 掐断的艺术表达的自由就扼住了艺术的咽喉 限制了想象的边界就打断了艺术的翅膀 我方认为技术与艺术创作在表达与思想两个层面 皆是解放者 拯救者 首先技术让艺术表达更能免于现实的局限 艺术的灵感诞生于作者的脑海 但这只是萌芽 在落地的过程中如果出现 走样 变形 甚至难产 是艺术常有的灾难 中世纪的油画很少出现蓝色 不是因为艺术家觉得蓝色不美不合适 纯粹是因为当时颜料制作技术的落后 让蓝颜料昂贵且稀缺 直到20世纪合成颜料的出现 才从色彩的局限中拯救了油画 早在1978年 纸黄王的故事就被搬上一幕 但捉襟见肘的特效技术 成为制约作品的最大困扰 芝加哥太阳报直言 算其利益与努力值得钦佩 但影片与原著小说的魅力和气场 还远远不及 直到20年后 动作捕捉和CG技术的成熟 才终于让观众惊呼 这才是我梦中的中途世界 詹姆斯卡梅隆早在1995年 就写好了阿凡达的剧本 十多年后 表达式抓取等技术到位了 他才认为万事俱备 技术的发展与支持 让杰出的灵感 不必只是永远未完成的草图 让天马行空的想象 不必只是被现实局限 阉割后的刺品 第二 技术极大的拓宽了 艺术家的思想和灵感 让其免于将狼才尽的命运 对艺术而言 最大恐惧 莫过于灵感的哭亡 思想的单调 四大吝啬鬼之后 后来人要如何翻新人性的贪婪 基督山伯爵哈姆雷特 诸遇在前 你要如何谱写新的复仇故事 承然你可以说 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念答极文章 去发掘总有新角度 但如果社会不变化 视野不拓宽 艺术的题材 终归是越走越窄 技术于人类 不仅仅是新的工具 更是新的生活方式 社会结构 乃至思维角度的改变 没有互联网技术的蓬勃 和谈黑客帝国 对真实与虚幻 如此深刻的讨论 没有克隆技术的演进 何来营逸杀手 对人的本质 如此尖锐的辩证 乃至整个赛博 蓬克的世界构想 没有航天技术 点亮宇宙的微光 何来三体对地外文明 与宇宙秩序 如此新颖的想象 没有核武器的研发 何来手种 自从火鸟 为代表日本作品 对末世如此透彻的思考 技术的热心乐意 就是艺术创作 灵感的圆圆活水 技术的发展不停滞 人类的社会 而论知的变化 就不会停滞 艺术的翅膀 也永远不会停歇 谢谢大家 感谢正方一变 有请反方四变 对正方一变 进行质询医环节 有请 同学您好 今天的变题叫 技术正在毁灭艺术 还是拯救艺术 什么叫正在 就是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对 所以我们要分析的是 现在艺术正在面临的情况 而不一定是历史上 我问你 您方讲的第一个点是 它拓展了我们表达的工具和素材 对吧 是 你看像这些导演 他一个好的一个脚本 他就没有办法拍摄出来 这就是他正在面临的困境 而这是技术 才帮他从这个危机中拯救了出来 好 我确定一下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们现在艺术面临的困境 更多是有好点子 没技术 对吧 是其中之一 还有灵感的枯竭 也是现在的 好 那我给您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现在艺术 有一个很典型的情况 就是我们中国的很多电影 尤其是科幻片 投资非常大 技术很先进 像刘德华拍规定 叫未来警察 但很难看 为什么呢 您方可以举证 为什么不好 对啊 就说明 技术的局限 是不是制约电影和艺术 无法表达这些事情 并不哦 只是他没有利用这种技术 对啊 但是他明明技术已经很好了 依然表达不出来 局限和困顿 到底是不是在技术本身 你没有证明 我问你第二个问题 按你的意思 你方讲现状下的思维 很多时候会单调 生产力的发展 能解放这个思维 对吧 对 那我问您好了 就以我们现在的生活为例吧 我们现在生产力 应该发展得很迅速了 在座的各位同学 很多时候毕业了 可能工作很累 你要996 你有很多的压力 你怎么解放你的生活了 你看像在以前连这个时间都没有 农民是背朝黄土 面朝黄土背朝天 工人就是在机场中工作 连欣赏艺术的时间都没有了 我知道 可是现在对我来说 我好像也没有欣赏艺术的时间 我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 去确认你的逻辑好了 按你的意思 生产力的发展 一定会带来对于我们的解放 因此在这个过程之中 我更有时间去追寻艺术 对吧 这个是一方面的 技术同样带来对思维的革新 包括不管是深度 还是广度的方面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很多时候 比方说互联网技术 它的思维模式 也可能捆绑我的思维 让我没有办法去追寻原来的技术 我给您举个历史上的例子 在秦国当时秦朝的时候 上扬变法 他们搞了很多的 自己的新的促进生产力的方式 为什么当时秦峰的诗歌 反而倒退了呢 有很多原因 你不能举出单一的原因 就是一个事情被阻碍 或者会有很多原因的出现 我的疑问在于 按你的逻辑 生产力的发展 按道理说 人们有更多的自由了呀 为什么反而会导致 表达倒退了呢 说实话 我不太清楚 那个时期具体是什么原因 当表达倒退 但是确实就是 一件事情有很多原因 我打断一下 我来给您解释原因 是因为当你追求 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 你要有明确的技术路径 明确的思路 明确的开头和结果 你要追求效率 可你自己刚才讲了 对艺术发展来说 天马行空这件事情和效率 有可能有抵触 我的视频结束 谢谢 有可能没有抵 感谢双方变手 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 13分59秒 反方所剩时间 14分46秒 下面有请反方一变 进行陈次一环节 有请 谢谢主席 艺术是一个不断流变的概念 我们很难给出 一个封闭性的定义 但我方归纳出 艺术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特性 而技术正在毁灭这三大特性 因此我方认为 技术正在毁灭艺术 首先艺术具有超越性 它和日常生活不一样 是我们追求精神自由的契机 在海德拉尔看来 现代的技术 让人们沉浪于日常生活之中 而艺术恰恰蕴含了 诗意齐句的可能性 而马尔库塞认为 艺术作品它有超越现实的意图 但一开始就要 远离日常的风格和意识 比如说我旁边 这个普通的黑色塑造袋 它显然不是艺术 黑色塑料袋披在 大地之母盖亚的雕像上 那它可能会变成一个 环保的象征 那它就会变成艺术 然而技术让文化变成工业 艺术也变成日常消费的一种商品 审美距离消失之后 彻底被拉下神坛的艺术 也变得非常乏味 卢浮宫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一旦变成披烂化生产的 短视频贴纸 就再也没有微妙而迷人的韵味 其次艺术具有含混性 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一评代表人物施克洛夫斯基 他就指出 艺术的技巧就在于含混 因为要让形式变得很困难 增加我们感受的难度和长度 时间长度 因为感受过程本身 就是我们的审美目的 所以必须要延长 可以说含混性造就艺术 法兹乐队著名的《控制》这首歌 李健就畅当说 空之我空之我空之我空之你 那问题来了 到底是谁带控制谁呢 其实这并不重要 我们在看帕特农神庙的时候 可能会无可一致地感觉到震撼 但是我们不需要有非常深厚的 建筑学知识 也不需要每个人都产生 一模一样的精准的一种艺术体验 但是在技术为王的当代社会 技术理性正在渗透我们每一个人 如果我们是在做阅读理解的视角 来看包法利夫人 可能我们只会去关心 自由间接引语 看人物视角的转换 我们斤斤计较 小心翼翼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是很难来体验 语言的优美和顺畅的 也不能知道 法国小镇大革命后的景象 到底如何 用数据去分析点赞 关注和音乐节律的关系 用NLP技术去分析人类的反应 通过发现感官刺激的规律 艺术创作就只需要 算法的精确模板 丧失了真挚的表达 也就失去了艺术的灵魂 最后 艺术的审美体验具有非公理性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 这样描述审美的纯粹性 艺术建场是通过 不带任何厉害的愉悦或补悦 而对一个对象做评判的能力 技术和技术理性的系统 让我们习惯于先设定一个目的 然后再去行动 我们或许会为杜甫刻画的乡村野妇 来感到探玩 因为他在战略中很可怜 但如果我们只是努力想来读出 杜甫他是一个忧国忧民 成于顿挫的人 那我们其实内心的共鸣 是无法谈起的 正如哈贝马斯所担忧的 技术理性的普遍化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 以一种更加柔和的方式 实现了对人的全面控制 让我们丧失了超越性和批判性 工业革命以来效率的追求压倒一切 技术设立明确的目的 它设计出了清晰的路径 但最终让我们的全部生活 都只剩下日常 这是在毁灭艺术 而保护意识之于人类 像它是给我们一个得以出走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去探索 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 谢谢 感谢反方一变 有请正方四变 对反方一变 进行质询一环节 有请 对方朋友您好 您好 您帮今天第一个点是说 有很多曾经的艺术品变成了商品 可是这有代表 它就把现在超脱出来的新的艺术品 就毁灭了吗 是这样的 我们今天在聊当下 那我们看到文化工业的时候 它实际上让我们的艺术变得非常乏味 因为我们总有模板可以套 然后让我们的审美也非常功利 因为我就像今天要吃盖片一样 我今天要看抖音 我来快乐一下 对 没有问题 我好奇的是 我们有多少人会觉得那些 短视频里面的蒙娜丽莎是艺术 那你 其实就有些人他觉得这很有趣啊 不是吗 他们会觉得 我觉得很有趣就一定是艺术吗 明清的时候 也有非常多的银词厌曲 可是它的艺术价值 有没有就被人判定它是艺术 我们觉得艺术 它是有一个时代的评判的 它有生命的 当然评判是没有 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 它的消费品和商品 也有属于它的艺术 宁芳第一点不能够正成 第二个部分 宁芳告诉我说 艺术必须要带有神秘性 对吗 我们认为它必须要有一种距离感 有陌生感 有陌生感 有距离感 把它从古典主义中脱离出来 才产生了文艺复兴 宁芳知道吗 那显然宁芳也不知道 对于日常审美的一种批判 就觉得这样毫无超越性 如果我们万物都是艺术 那什么都可以是艺术 那艺术的概念 不不 宁芳今天要的是神秘性 可是今天 达芬奇通过对于解剖学的研究 画出了维特鲁威人 宁芳觉得这样清晰的 对于人体的构造的解读 是一种艺术的进步 还是一种艺术的泄土 我们觉得如果只是说 您增加了一些素材 或者说工具的话 那我们可以来讨论 这不是素材 这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我方说的是对于科学的追求 同样产生了新的艺术流派 就知情到这儿 谢谢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12分55秒 反方所剩时间11分32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陈词二环节 有请正方二变 谢谢主角大家好 首先东方变有第一个误区 就是他方尝试 举了一个现代 一个质量不怎么好的作品 然后来告诉我们 这个时代的艺术性下降了 首先其实在任何一个时代 平庸的作品总是占大多数的 明清时代就有很多艳琴小说 比如说肉谱团 然后还有那种 特别雷人的同人文 什么红楼梦补啊 西游记补等等 这些才占大多数 那些四大名著 跟金瓶梅反而才是少数 而对方之所以会误以为 过往的留下的优秀作品更多 只不过是因为在低技术时代 那一些不好的作品难以被保留 所以对方表其实是 拿大浪淘沙留下的文化瑰宝 在跟我们这个时代的 平均作品的水平相比 这种比较完全是不公平的 而且对方尝试用秦朝来说 在那个朝代 它的艺术性是下降的 其实我方认为 这种跨时代的比较没有意义 因为艺术它的繁荣与新生 会有很多元素组成 就比如说二战时期 就是一个艺术蓬勃发展的时代 那个时候因为人们经历了 战争的创双 丝如泉勇 艺术更加的发展 但是它并不能证明说 技术就对艺术的发展 没有任何的帮助 所以说有很多因素 都会影响到艺术 因此我方并不需要论证 技术是影响艺术发展的唯一性 或者是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然后对方质疑的就是说 他方认为技术会注重效率 而效率是与艺术相抵触的 确实如此啊 艺术品我们谁在意效率呢 我们在比较一个艺术品的高低的时候 会在意我的 会真的很在意我的产量吗 不是啊 效率从来都不会杀死艺术 而且你看现在流水线的生产 让我们的衣服 这种日常的生活穿着 的生产变得非常有效率 难道它影响了时尚吗 那些苦心 故意进行设计的衣服 依然有它的时装周 有维密 这样的舞台 却让它展现它反而实现的是 那种日常品以及艺术品的分流啊 因此我方认为 他方的技术 他方技术带来效率 效率与艺术的指责 不能够成 下面他方讲到的是 理性的普遍化 他方认为 艺术是一个超理性的件事情 可是理性真的会杀死艺术吗 解剖学 它是不是对我们 一个人体跟它理性的认知呢 但是它的出现 有杀死绘画艺术吗 相反 它反而对素描以及雕塑 为它们的进步提供了巨大的助力 而且对方只看到了理性的科学 他没有想到 其实理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反而催生了我们现在的 后现实主义的艺术 那就是人们在这个时代 看到了这些重污染 看到了这些核威胁 这些有科学 它可能带来了危机 以及无法解决的问题 他开始质疑 科学是不是解释这个世界的唯一真理呢 它产生了这样的质疑之后 反而可以催生出一种反理性的流派 而这些流派都是要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 才能够带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才有了等待歌多 像这样子打破过往 在现代化主义 在理性时代 它强调的这种作品 一定要有启程转合 一定要有因果 这样子关系的作品可以 所以现在反而是 就是现在你找不到规律 反而是后现代主义 它现在最大的规律 谢谢 感谢正方二变 有请反方三变 对正方二变 进行质询二环节 同学你好 我先确认一下前提 您方的立场叫做 技术正在拯救艺术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艺术陷于了某种困境 或拥有了某种危机 那您方觉得这种困境和危机是什么 第一个困境就是落地的困境 如果它只在脑海中 但在落地的过程中 发生了扭曲 变成了残次品 我方认为这个艺术品 真的非常的可悲 它需要被拯救 其次就是思想的困境 如果思想你不给它提供新源泉的话 它终有一天会像石油一样 被采截完毕的 虽然它现在没有枯竭 像石油现在没有枯竭 可是我们要去发掘新的 实现技术的手段不够 你说的是技术 就是技术手段不够多 它阻碍了我灵感的表达 对吧 对 詹姆斯卡梅隆 他的那个阿凡达2 迟迟没有拍摄出来 就是因为他的技术还没有到位 他在等待着新技术的革新 现在的电子合成乐器 包括我们的电子合成声音的技术 能够几乎复刻出这个自然界 人类创造出任何一种 想要创造的技术 我可不可以说 对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 技术合成声音的技术 都比以前来得更好了 你可以说 现在是一个技术最发达的时代 没有问题 那为什么我们觉得 古典约再无大失呢 我发现刚刚已经讲过 这种跨时代的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技术的出现 有很多个原因 不仅是有技术 还有别的原因 尤其是天才的横空出世 是非常具有高度偶然性的 所以今天您方只论证到了说 技术它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帮助艺术 可是技术这个综合体 对于艺术产生的影响 它是在拯救还是在毁灭 是不是我们双方要比较啊 请可以再问一遍吗 就是我们双方是不是要比较 当然啦 好 那第一个论点我就会告诉你说 今天技术的精进 它不一定能够带来 艺术的多样性的表达 第二件事情 就是您方讲说 很多时候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们的艺术变得更繁荣 有没有时候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我们的艺术变得更凋零 可以啊 文字域的时候艺术更凋零 所以你看嘛 艺术它的繁荣 现在真的有很多原因 哪怕清朝它比明朝更加发达 但它有了文字域 它的艺术凋零了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要看 此时此地 技术对于社会 施加了何种影响 并讨论当下的影响 对于艺术的发展 对不对 可以 好 那您方觉得 技术理性是个什么东西 它有什么特点啊 它对于过去有些解释 所以它有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主义 这样一个艺术流派 就是建构在 科学它的那个理性的基础之上的 理性并不代表你想象的负面 理性也可以催生出新的艺术作品 如果你想要的话 还可以详述一下 如果我想要实现一种技术 我是不是要先确立一个实用的目的 不然我的技术要服务于什么呢 那也不一定吧 有很多科学那个发明 都是偶然发明出来的呀 同学 如果我想要去实现一种 工程上的技术 是不是我得先有一个功利主义目的 比如说我造船 我得先有一个目的 我知道我最后要造船 我这个船要用来在水上航行 对不对 有目的又怎样呢 有目的影响艺术性吗 我画画也有一个目的 对不对 好 第二件事情 当我知道了这个目的之后 技术是不是要让我们找到一套 标准化的清晰规定的方法论 去实现这个目的 这是对于科学家的 艺术家又不用遵循这种清晰的方法论 好 没错 这是技术思维的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 如果今天我们有一套 标准清晰的方法论 技术是不是希望它能够规模化的复制 以至于那个实用的目的 能够最高效的作用于社会 我方已经讲到了 它会进行分流 你实用性的会造普通的衣物 我们今天穿的都是这种实用性的产物 可是这叫艺术吗 这不叫吧 实装的艺术有因此减损吗 好 所以 当我去欣赏艺术或者创造艺术的时候 我能不能先设定一个明确的目的 再搞出一套标准的SOP 最后希望我找到一个方法 把它批量化复制 能吗 你方为什么一定要把科学家的模式 偷在艺术家身上呢 因为我方在给你揭示 技术的底层逻辑和艺术的底层逻辑 是互相倾压的 王小学在给你解释 技术难道会让每个人成为科学家吗 不会吧 感谢双方变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9分29秒 反方所剩时间9分21秒 下面有请反方二变 进行陈词二环节 谢谢主席 各位好 今天我方跟正方的核心分析有两个 第一个我们对于艺术的想象是什么样的 第二个我们今天认为艺术的困境是什么 我们先来聊我们对于艺术的想象 现在正方看来 他方好像试图通过我们有更精进的技术的方式 来让我们表达出来的那个艺术 能够更精确地表达艺术的内涵 其实在我方看来 精确性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艺术所期待的 像我们如果告诉大家说 蒙娜丽莎当中有70%是快乐 20%是愤怒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微笑的那个神秘感就消失了 而对于我们来说 当艺术的那些含混性消失的时候 艺术也就本身被解构了 这件事情对于艺术的表达来讲本身有价值 可是在宁方看来对于困境的描述也有问题 因为这个变体今天讨论的是 技术正在做什么 所以宁方必然要描述的是 技术现况底下它正在面对的困境是什么 可是我们看到的现状是 在我们现状底下 我们虽然有了越来越多的效果器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音色去呈现 我们想要呈现的那个音乐的内容 可是我们的音乐真的有因此变得更好吗 现在的流行音乐 即使有越来越多的效果器 越来越多的音色 就是呈现出那个最火爆的 其实它是那个工业化的 像学猫叫这样的产品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真正缺的 不是宁方说的 更多的用来表达技术的方式 或是工具或是形式 我们真正缺的事情是 我们能够看到那一些 我们能够看到那一些艺术背后 我们能够看到那些艺术背后 那些反对技术理性的 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思维方式 从那个技术理性的思维方式当中抽离出来 宁方第二个论点告诉大家的事情是 我们可能可以看到更多的 可能可以拓宽自己的思维 而拓宽自己的思维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灵感 可是您知道我承认可能技术 可以让我们得到 可以看到有一些更多新的东西 可是这个社会上多了更多新的东西 对你而言你却未必能看到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 技术也给我们制造了一些推荐算法 推荐算法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减方 而它带来信息减方的同时 也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例如说在这个时代当中 技术也会试图通过一些像是 让你在技术的逻辑底下 它为了效率至上 也会让你去做更多的工作 那你说更多工作去做9.96的同时 也会给你制造更多 具有刺激性的娱乐产业 而这些事情通通都在削减 每一个人能够接触到 更广阔世界的时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您方不能简单地告诉我说 技术必然会拓宽我们的视野 因为我们用来拓宽视野的时间减少了 你要在这边完成比较 所以最后一件事情是 您方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您方并不能告诉我说 这些困境是我们现状底下面对的核心的困境 所以我方认为在现状底下面对核心的困境是什么 是在这样一个工业化的时代里面 每个人只能够按照那个效率至上的 技术逻辑去指导我们的行为 所以回到那个蒙娜丽莎的例子 您方好像觉得在短视频当中 确实没有人觉得那个短视频当中的蒙娜丽莎是艺术 个问题在于当我们用那种 嬉笑怒骂的方式去解释蒙娜丽莎的时候 我们就失去了对于蒙娜丽莎 这样的一幅作品的审美的耐心 而这种审美耐心的缺失 本质上是源自于 这一个时代的技术理性对我们的统治 所以你方讲理性带来什么利益不重要 我方今天根本不是论证理性对于艺术来讲有什么不好 我方论这个事情是技术理性所背后蕴含的 我们的技术必然要有一个功利性的目标 技术必然要有一个精确的答案 或者是技术必然要更快地在现实当中拓展 这三个特质和艺术的特质是含混性 是非功利性 是更多的超越现实的特性 这两者本身在逻辑上是违背的 谢谢 感谢反方二辩 下面有请正方三辩对反方二辩进行质询二环节 对方同学你好 感性和理性矛盾吗 我方觉得是艺术的特征和技术理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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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和理性有所矛盾 感性毁灭的理性 或是理性毁灭了感性吗 我方今天感性和理性的特征的矛盾 您方讲感性和理性中间的矛盾 可是都没有 按照您方逻辑 感性是我的感受 理性在剖析我的感受 两者超级矛盾 可是两者从来没有互相毁灭 所以逻辑矛盾不能论证毁灭性 第二个问题 您方今天告诉我 有蒙娜丽莎的微笑 是不能用那个理性解读的 对吧 不能用技术理性的方式解读 所以都没有我想问你 在那个中世纪时期 这种黄金分割笔 创造出来的理性艺术 在您方看来不叫艺术吗 我方觉得你用理性的方式 可以诞生一些 其他那些艺术的形式 但你如果用完全的技术 理性的方式去理解 它又不好 对 所以您方的意思是说 我过度理解 什么艺术都用技术理解 当然不好 但是理性可以催生出 更多的艺术 第三个问题 您方好像想通过一些 比如说您方跟我说 古典乐在我们今天看来 很珍贵 对吧 古典乐当然珍贵 可是我也不否认 在古代确实有很多优秀的 比如说艺术啊 这样的文学作品 可是你知道 比如说今天像我们电影产业 在2019年的好莱坞 获奖影片当中 八部电影当中 有七篇都是那种 小成本制作的艺术片 所以今天的这种艺术片 比如说寄生虫 小丑就不是艺术吗 这些作品 这些作品就算是艺术 你也没有证明 这些 因为我发现 没有要证明说 它已经毁灭了 我发现证明 它是被内在逻辑上面 它正在毁灭 我打的不是说已经毁灭了 我打的是 你为什么就单单觉得 古代的那种美才是美 现在的这种艺术片 是不是也是美 我解释一下可以 就是我方没有觉得 古代的那个情况不好 我方觉得的事情是 即使是在现在 那些电影也在 大量的被工业化 你只举证 有一些好的电影 这些事情不妨碍 现在的电影大部分 是工业化的结果 这方便有打断一下 如果大量工业化 为什么2019年 奥斯卡的获奖电影 不是全部都是商业片 而是七部都是艺术片 像寄生虫小丑呢 是这样 好莱坞的评价方式 不是看你现在 多的电影是什么 他评价 无所谓 就是奥斯卡的评价方式 也不是看你现在 多的电影是什么 他评价的方式是 他自己比方说 他想要找艺术片 所以这方便有 艺术片有消失吗 我反而发现 比如说灵界绝技没有人看 反而是寄生虫 今天反响一片大好 对方便有 可是寄生虫之外 你有看到更多的电影 是那种工业片的形式 出现的吗 对方便有 来给你读一读 小丑 小妇人 爱尔兰人 瞧瞧的异想世界 婚姻故事 哪个是技术片 你只是告诉我说 现在有一些 好了对方便有 你开始立场性发言了 第三个问题 你还告诉我说 艺术有含混性 话而言之 是不是但凡我今天 以批判性的思维 但凡我今天在艺术当中 加达一点理性思考 就是在焦磨这种含混性 加上理性思考 不会消磨 消磨的方式是 如果你认为 它既然有一个 确定的答案 并不会消磨 第五个问题 你方便告诉我说 今天所谓的 我们今天的追求效率 可能会消灭艺术 对吧 对 因为效率的逻辑 这方便有 今天我们比如说 现在我们的建筑效率 越来越高 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 可是它有让今天的 建筑艺术消磨吗 因为如果你真的 追求那个建筑 它要表达一个 明确的意涵 又或者是你希望 那个建筑 它必须要有一个 工地的效果 你带着这种心态 去看那个 敦煌古窟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感受 它艺术的美 对方便有 今天的艺术家 全部都是带有 目的性的论证事 我方便有要证明 艺术家一定带有 一个目的性 我方便说 要证明这件事 所以对方便有 不是 你方便是告诉我们 有一些普通人 我们看待万物 很有目的性 可是这些创作 有被影响到吗 如果是那些艺术家 没有被那个 工业化的目的影响到 那现在他们就不会 那么多地去创造 雪猫叫这样的作品 在您看来 现代艺术 基于科学和理性 出现的全部都不是艺术 如果你只是用了 理性的方式 如果你只是用了 那些理性得出来的结论 但是你没有用 理性的方式 去解读那个艺术 你没有用那个 功利的方式 去解读那个艺术 那我方便觉得 这样可以创造出艺术 没有问题的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双方便手 在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 6分42秒 反方所剩时间 6分07秒 有请工作人员 收取分表 接下来进行 战术暂停环节 在本环节 双方可各派一名 教练上场指导 此环节单独计时 时间为三分钟 时间到 请双方停止讨论 接下来进行 质询小节环节 有请反方三遍 谢谢主席大家好 先处理三个短逻辑 第一个逻辑 刚才对方举了很多例子 告诉我们 现在仍然有电影 仍然有建筑艺术 所以今天我方论证的是 技术正在毁灭艺术 可是您方逼我方论证的是 技术已经把艺术毁灭完了 以至于这个世界上 都没有电影和建筑了 我方觉得这样论证 责任不公平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您方讲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您方讲说 你看奥斯卡里面那么多电影 居然不都是用CJ特效 你看今天维密生产的衣服 我们居然不允许 它大规模批量化 工业化的生产 你为什么要克制 就是因为你知道 技术会毁灭艺术 所以你才会克制技术的使用 这是第二个短逻辑 第三个短逻辑 你方讲的事情是 现代主义 我们的艺术有很多 关于文化的反思 我们在反思什么呢 如果技术没有摧毁我们的艺术 如果技术没有正在 试图毁灭的艺术 现代性的反思 又在反思什么呢 这是您方第三个逻辑 不是其他的地方 所以回到今天 您我方的主要分歧 其实还是对于 技术当下面临困境认知的不同 您方觉得 今天技术面临的困境是 我们的工 今天艺术面临的困境是 我们的技术不够用 我们的工具不够用 可是如果按照 您方的这个说法的话 今天人类的科学技术 相比于以往的历史 应该是处在一个 相对来说 我可以说最高点也不为过了 那我们的文化 是不是应该最繁荣呢 坦白讲没有吧 为什么没有 就是因为 您方只看到了技术 对于艺术的帮助 可是您方没有去比较 这种技术思维 对于艺术思维的 轻压和碾压 刚才我很清楚地 在质询的时候 说技术可能有三个思维 可是恰恰相反 艺术的三个底层逻辑 跟技术是相背离的 那这种相背离 意味着什么呢 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 要强迫每一个艺术家 成为科学家 而是说技术 它不仅是一种方法论 更是一种世界观 它具有某种自我扩张的特性 技术构造了系统 系统构造了我们的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需要赚钱 所以它开始利用 很高级的电子合成器 批量化地生产 流水线作业的 现代烂俗的流行歌曲 它开始用抖音的算法去生产 去试图分析什么样的节律 最能够刺激大家的感官 在这个情况下 最适应这套技术系统的人 最容易在社会中掌握资源 而这些资源的分配 进一步轻压了那些不符合 现代技术逻辑的 那些所谓的艺术家的生存空间 它排斥寒混 因为寒混不够精确 它排斥超越性 因为超越不够日常 不能够推动我们的消费 进一步的前行 它也排斥非功利 因为非功利的事情 对于技术来说 是找不到根的 所以在技术的全面轻压下 我们才看到了反思 而这种反思恰恰论证了 技术正在毁灭艺术 而我们正在试图拯救艺术 我们的意思是人类 谢谢 感谢反方辩手 接下来有请正方三辩 好 谢谢主席再次问候 在场各位 东方同学刚刚刚的逻辑叫做 因为今天 我有一些给你 为的批量化生产的东西 所以我就会因此 挤占我的时间 我就不愿意看艺术了 可是东方辩论 你要告诉我的是 这些人在没有批量化生产之前 难道就是会去看艺术的吗 比如说在我们的古代 很多人面朝黄土 背朝天 我们的农耕文明的时期 我们这些人的闲暇时间 我是在从事这些体力劳动的 换而言之 在没有技术 或技术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 这些人也不是那些 本来就会去看艺术的那一群人 所以换而言之 尼方的己诞是论证不成立的 第二点 尼方今天好像在诉诸心证 告诉我们今天的技术 不是一个最繁荣的时期 可是尼方凭什么这么评价 我们今天没有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吗 我们今天没有在奥斯卡奖 当中 我方不是告诉你 只有几部文艺篇 是八部里面 七部全是文艺篇 难道我们今天的艺术 就不够繁荣吗 我们能够理解 可能今天在座的各位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古代的月亮比较圆 有一种后骨薄金的思想 那是因为古代的文化 给我们留下的 往往是精华 它经过了时间的筛选和逃杀 可是现代文化当中 我们往往没有发现 那些真正是艺术品的部分 像宁芳这样误以为还跟我谈什么 抖音这也是艺术 我方觉得很可笑 现代更重要的是 现代的受众的眼光 是更加毒辣的 为什么说在拍了第一部 《哪吒魔童降世》之后 第二部《江子牙》 因为故事情节的构思不够好 而扑接了 为什么 大家评价不够高 因为受众今天其实是 眼睛超级毒的 我们是很愿意看出那些新影 其他的好作品的 所以像宁芳所谓那些 拼量化生产 也完全不存在 所以宁芳今天对于艺术的 整个的逻辑解释的特性是错误的 而我方今天认为 艺术最核心的困境是什么 是创作源泉的枯竭 我拿辩论做一个类比 如果我们今天新活辩 每年打的都是一样的议题 从头打到尾 如果每年的辩计 都不经过任何变化 没有任何新器材的加入的话 也许一开始 我们可以有些深度的思考 但打到最后 我们的工房 我们的工房会有所模式化 我们讲的例子 都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会说 辩论是有所枯竭了 所以说今天 如果今天没有技术的话 我们认为艺术 就会陷入这种困境 那今天技术 是如何拯救艺术的呢 您方今天跟我谈 这个艺术的整个的发展史 您方谈得非常不全面 您方知道 在我们古典艺术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 由于这个技术的限制 我们对人体 人的脑部 对人的心理 没有很深层次的了解的时候 我们写的古典艺术 往往是以叙事为大逻辑的 我们讲时间 地点 人物是一种模板化的 什么时间 发生什么事 也许在这个模板之下 有像三国演义这样的好作品 可是它却没有深入到 我们每个人 比如说我们的内心生活当中 去剖析这一部分 它是由于技术的限制而造成的 而今天 现代艺术基于科学和批判 建立起来这一套东西 正是在技术 比如说对于我们潜意识的了解 对于我们脑科学 进一步发掘之下 我们发现了 我们的人性不只是单面的 我们人的内心 有非常丰富的想象 所以在这样的逻辑之下 我们开始挖掘人性的不同面 所以我们有了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穿越 我们有了不同面向的挖掘 这是我方今天想要告诉大家的 今天的艺术 今天的技术 它不单单是帮助我们 创造了更多的议题 比如说人工智能 比如这些我们在古代 想都想不到的议题之外 它还帮助我们在创作的广度之上 继续再继续往下深挖 这是我方今天想告诉大家的 谢谢 感谢双方变手 本轮环节结束后 正方所剩时间3分13秒 反方所剩时间3分21秒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接下来是自由辩论环节 有请正方先发言 对方朋友 您方今天上一篇 无非是告诉我们 可能现在的艺术有一点点主流 可是你知道 在我们以前的创作之中 比如说唐超的诗歌 我们基本上大家总各都在谈的 都是那些家国梦想 不能谈一些个人情怀 请问你现在跟之前相比 究竟是同质化了 还是多元化了 好 那我确定一下 按你的意思 我们正在处于历史上 工具最发达的时代 和素材最多元的时代 你给一个定论判断 现在我们处于 人类历史上艺术的高峰吗 现在我觉得我们处于 人类历史上的高峰 没有任何问题 我刚刚已经给你举证了 您方现在为什么 总有一种后骨薄金的思想呢 方方就是觉得 前任创大的艺术才是艺术 我们今天莫言的风乳肥腾 这就诺贝尔奖 就不是艺术吗 倒也没有了 诺贝尔奖都是年年都平了 想问您的问题是 如果人类的艺术 已经空前繁荣了 它没有危机 你拯救什么呢 对方 北友 我方想告诉你 是你现在到底繁不繁荣 可能要后世再来看 可是您方今天的标准 是立不住的 您方今天告诉我们说 有商业化 有主流化的东西 就阻止了艺术的发展 可是每一个时代 我们看到都有主流的东西 为什么艺术人源源源不断地 按照宁方的逻辑 早就毁灭了呀 这是因为最多是 没有毁灭到死 但不能认为再毁灭 可是每一个时代 都是有主流的呀 唐的主流是诗 宋的主流是词 原的主流是曲 明清是小说 而且唐吉赫德这部小说 它的其中一个主题 就是在讽刺 西班牙的骑士小说 它过泛滥成灾 那请问 这些都是由技术造成的吗 我方的第一个问题 你方没有回答 就是今天如果空前繁荣 你方在救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 今天我方讲的事情是什么 技术理性正在借助 文化工业这台大机器 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都更为恐怖而迅速地 渗透在我们生活中的 每一个角落 这是我方的论证 当然没有 因为我方的论证是 艺术的题材 在自古以来 一直都有受到限制的影响 而今天技术帮我们 一直在拓充这种题材的边界 换而言之 我方想告诉大家的是 技术跟艺术一直是这样 相互共存 一直是这样整体的关系 同学 相互共存 不代表他们不会互相倾压 两个试图互相倾压的东西 进行决力的时候 他们双方都试图毁灭 对方的时候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 互相共存的 可是在今天 我方看到的困境是什么 是技术的这种 自我扩张的力量 它力量的悬殊 在今天达到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最大值 就是技术通过文化工业 来渗透我们的生活 技术和艺术之间 力量的悬殊变大了 这时候我方看到 今天技术的危 艺术的危机 所以我方非常疑惑的就是 为什么女方会认为 工业流上现在 争产的衣服 正在轻压我们的时尚 为什么女方会认为 拔地而起的商业楼 正在轻压我们的建筑艺术呢 因为你自己原话说的 时尚是手工的 时尚是去技术的 奥斯卡评出来的好电影 最受欢迎的那些 它居然都没有CGA 是不是说明 您刚才提倡的那些技术东西 对于所谓艺术的加成 是非常微弱的 所以对于有利用品的生产 对于时尚 它有相互挤占吗 不好意思 没听清 您方讲什么 不是 我们今天对于 这个批量生产线 和我们今天的精致 手工艺术品的 这个定性不同 我们今天批量生产线的 只能叫衣服 它不叫艺术品 而我们今天那些 给私人定制化的 那种摆在展览厨窗里的 那才叫艺术 您方有论证 这一部分艺术被挤压了吗 您方说的太好了 在批量化 流水化 工业化的流程之下 在追求效率流程之下 为什么我们会看到 类似于刺绣 传统的手工编竹框 这些东西 变得越来越少呢 张贝尔 如果您去过苏州博物馆的话 你会知道 那边苏旧仍然是繁荣发展的 请问苏旧的繁荣发展 和丝绸的广泛的 这种量产化 它为什么是不矛盾的呢 它原来是家家户户的女性 都在试图创造的艺术品 现在它的结果是 只能留下那么几件 放进了博物馆 宁芳觉得这不是毁灭吗 不是一种试图毁灭吗 苏旧宁芳是不理解 它是正反两面的 复杂的工艺品 这种工艺品到现在为止 仍然被称为一桌艺术 而它之前也是 被称作为一桌艺术 宁芳今天替代的 不过是普通人家的女工而已 可是这些高尚的艺术品 仍然留存至今 宁芳的毁灭是如何正成的 所以宁芳的意思不就是 不要让苏旧变成 技术化流水化的东西 而一旦技术 它进入了苏旧的 这个场景里面 它就毁灭了这个东西 这是不是有没有逻辑 不是 我不能告诉你 如果没有技术 苏旧怎么留下来 怎么保存下来 所以按你的意思 苏旧绣这个技术 就是所谓的艺术本身 它救了啥呢 不是 对方病友 如果没有文物修复技术 我们今天只能看到 兵马俑的断枝残片 你知道是由于技术的产生 才让它修复了完整的样貌 我们才还原了先行的文明吗 没有技术 尼方的苏旧怎么留下来 尼方今天又讲到文物修复 可是如果您觉得 技术可以用于文物修复的话 当技术用于工业生产 造成环境污染 酸雨下下来 把乐山大佛腐蚀的时候 尼方为什么不比呢 我方比较了 现在文物的保存 至少是比明朝 比宋朝那个时候好 这是毋庸置疑的吧 明朝宋朝可没有酸雨啊 所以技术 它对于文物的保存的作用 一定是会大于 这个环境破坏的作用的 而且尼方尼方 放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尼方误把 那个艺术形态的正常流变 看作是艺术的消亡 就比如说 唐诗换到宋词 那么唐诗是不是消亡了 是不是转到了宋词呢 难道这意味着 是艺术性的降低吗 尼方今天出了一个新论点 尼方讲的是 技术可以用于文物的保护 如果尼方要讲这个论点 尼方起码要证明 今天艺术品没有办法 很好的复刻和留存 是当今艺术正在面临的 巨大危机吧 不是 尼方没有 尼方这个只是跟尼方 交锋的一个点而已 让我们换个问题来看好了 如果说今天没有技术和 没有技术的发展 没有对于航天技术的发展 尼方今天可以写出 三体这样的红篇巨著吗 尼方聊三体 尼方就跟您聊三体 刘慈欣在领域国奖的时候 有一段这样的获奖感言 他说 我之所以写三体 是因为这样一件事情 21世纪之前的时候 人类对于太空的想象 是非常恢弘的 我可以想象到银河系之外 人类远征银河系之外的场景 可是进入21世纪 互联网渗透到 我们每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时候 诶 怪了 科幻文学开始 非常的聚焦于 赛博朋克 这一个特定的主题 人类对于科幻的想象 仿佛在整个的范围内 被限缩了 为什么呢 这方面有三体可 不是赛博朋克 而且尼方今天所说的 那些远征外星文明 不正是因为 当时的那个科技 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宇宙是多维的吗 现在尼方只告诉我们 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冲突 只会是以战争 这种人类可以理解的形式 可是三体告诉我们 它可能是其他的 对冲形式的时候 提出了黑暗森林法则 请问 如果说没有这种 对于宇宙广阔前景的 更加宏伟的诠释 尼方如何可以得出 现在这种更深刻的思想 对 三体不是赛博朋克 这就是为什么大流说 我要写三体 因为互联网越来越发展 大家科幻小时候 却越来越聚焦在 赛博朋克这个领域 我不要 我要跳出来 我要跳出这件事情来 去描绘一个 更恢弘的宇宙 所以在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在反思 某种互联网技术的 束缚和渗透 使得科幻文学 这个作品的题材 在减小 对 所以说到这里 我方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我觉得宁方今天 试图在描述的 技术陷于危机的 那个状态 我方是没有办法 盖得到说 到底为什么宁方觉得 它陷于的那种危机 以及技术 是怎么拯救它的 所以今天我方想讲的东西 非常简单 就是技术的这种 自我扩张性 在技术的力量 变得异常强大的时候 对于艺术 造成了某种轻压 我方其实在可以说 任何一个时代 技术都试图毁灭艺术 只不过在很多时候 它是一种 势均力敌的较量 可是在今天 我方之所以看到了危机 是因为这种力量 对比过于悬殊 所以这是我方的结论 感谢双方变手 有请工作人员 收取分表 最后进行总结成词环节 根据赛前抽签的结果 首先有请反方四变 谢谢主席各位好 我们在读一下 现在的变题 技术正在拯救 还是毁灭艺术 在这个框架下 我们要思考的 第一个问题是 对方在这场比赛里 向我们传递出来的 技术到底对艺术做了什么 以及这些概念 对于艺术来说 是否重要 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的举证 对方举证现状下的 第一 有一些手工业 你看它没有被 现代的技术的轻压 第二 你看很多的时候 奥斯卡的电影里 它有很多的电影 看起来 它没有CG技术 它没有现代的技术 它是不是也很好呢 第三 对方告诉我 现在有很多的艺术 依然是那些手工的 那些刺绣的 那些独一无二的东西 可是各位 这些内容和您方讲的 现在我们这个当下时代 发展出来的现代技术 我用到你了吗 我用到你的保护了吗 你用来证明 现在艺术很好的内容 却恰恰于 你这个石方技术 为艺术来的东西 是完全矛盾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换句话讲 你只能告诉大家 现在有很多的例子 没有被技术毁掉 但这不是您方的立场 第二个问题 当我们在讨论 艺术是不是需要被拯救 是不是需要 或者是否正在毁灭时 我们至少对现状 有一个判定 我说句老实话 就算您方站在这儿 投铁说 我们认为 现在的艺术 正在处于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高峰之中 那它为什么需要去拯救呢 它既然能需要去拯救 那按道理说 它应该处于危机之中吧 可您方对于危机的刻画 居然是 第一 现状的技术手段 不够丰富哦 第二 现状下有很多的表达 素材受到限制哦 可是我方刚才讲了 即使是如此 现在的手段和素材 都比历史上 任何时候都发达 为什么依然会觉得 它处于危机之中呢 很显然 一个很具体的道理 因为我们现在 正处于的危机 艺术正面临的窘境 从来不是 您方说的表达的匮乏 我们现在 艺术处于的危机是什么 我们大家有没有想过 艺术在我们生活之中的 意义是什么 艺术通常是和科学对立的 我们为什么要搞科学 因为我们在搞科学 在搞技术时 因为我是先截辩 我希望您方能回应一下 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搞科学 是希望生活中 有非常多的确定性 有非常多的规律 因为人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诉求是什么 我要了解世界 我要安心 可是在这件事情的 对立面是 人如果一辈子 所有的事情 都在被特定的 客观规律所解释 都在被特定的 所有的具体的 明确的规则 所诠释的话 我人生就像一个机器一样 毫无自己的特点了 毫无可以想象空间了 就像您方说的 毫无天马行空的余地了 这就是为什么 人们会搞艺术 因为人们认为 当我在搞艺术时 我是自由的 当我在搞艺术时 我是随意的 我是可以想任何东西的 我是不确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 我有时候去看一个电影 我出去听一个音乐 我有时候去感受一幅画作 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 是不明确不具体 而这是与 确定的内容相对冲的 可是技术的逻辑是什么呢 技术的逻辑在于 它试图把所有的 不确定的东西 都搞成确定的 它试图把所有的感情 所有的内容都量化成 能够明确具体的东西 换句话讲 再重新回到我们 对于那个具象的诉求之中 可是当你习惯了 这种特定的具象的诉求 当我们现在处于 这样的状态时 你就失去了对于 那个自由的 那个不那么确定的 时代的喜好和向往 我们认为 这才是对于艺术的毁灭 谢谢 感谢反方辩手 有请正方四辩 谢谢主席大家好 其实今天我方确实对于 艺术在从什么东西 拯救出来 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方在这边 画一个明确的界限 为什么我们艺术 是需要拯救的 不管是盛唐时期的 那种唐诗的文化 到最后也会流落一个 叫做礼度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不管是当时 盛极一时的那种戏曲文化 到最后《红楼梦》的一五十四回 还是会说 史太君破臣府就治 王熙凤笑细彩般 为什么 是因为 如果说没有新鲜的血液 注入到原来 那个艺术的池塘当中去的时候 人类的艺术灵感是会枯竭的 你方不要以为 艺术家的灵感 它是无穷无尽的 它是需要从外界去吸取的 这是我方想说的 如果今天李白 它不是只游历了 中国的闽山大川 而是 它今天可以看到的 不是那个庐山瀑布本身 而是那条银河 我们不知道 它会发出怎样震撼的感慨 这是我们今天想说的 我们不希望 用外界的条条过往 去束缚 艺术家灵感的 这个灵感池子里面 这个来源 而科技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灵感池子当中的来源 为什么 第一条 我方今天告诉你的是 它是落地的自由 当我们看到 托尔金笔下的 那个 魔幻的中途世界 在1978年的 那个CG技术下 只能作为一个 非常潦草的图腾 出现在 大荧幕上面的时候 我们是没有办法感受到 那种艺术的震撼的美的 但是我们看到 在20 步入到21世纪之后 那个 魔幻的中途世界 真正可以出现在 我们的面前 我们可以看到 甘道夫一袭 白马长枪 站在盛窥骨之上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是艺术的一大 艺术的一大进步 而更重要的是 技术本身 还在告诉 还在突破着 每一个艺术家的 它的认知的边界 什么意思 当我们之前不知道 原来 每一个人体的器官 是可以通过 人工合成做到的时候 我们以为 特修斯之船的 那个悖论 只能出现在物体之上 可是现在我们可以 把它转化到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出现了 功效机动队这部动漫 当我们之前 不知道整个 神经网络技术 和脑技术 在没有成型之前 我们以为 真实和虚幻指 存在在哲学之中 可是我们今天看到了 黑客帝国的 矩阵技术 真真实实地 出现在了荧幕之上 这是我们所说的 当你可以把 艺术的灵感 拓宽到 其他的地方的时候 当有源源不断的活水 注入到这个 艺术的灵感的 池子当中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看到 艺术的迸发 和整个艺术界的 焕然一新的 这是我们今天 所说的拯救艺术的部分 而最后 对方别有告诉我们 技术和艺术本身 底层逻辑是存在矛盾的 可是我方今天认为 他们是可以共存的 为什么 是因为 就像对方别有所说的 中间站了一个 叫做人的东西 它是会思考的 今天我们 双方站在这边 对方思维变手 就是最好的 告诉我们为什么 人可以去掌控技术 而不是被技术所掌控 因为我们会反思 技术到底对人在做什么 技术到底对艺术在做什么 像对方没有 今天思维变手 就非常好的告诉我们 为什么 技术社会对艺术造成威胁 可是技术不会毁灭艺术 因为我们会实时反思 实时告诉自己 如果技术正在毁灭艺术的话 我们会让它停下来 或者说技术如果 我们会把技术 引导到一个正确的方向 让它正确的是引导艺术 或者说 让艺术还发新的生机 感谢 至此比赛环节已全部结束 有请评审填写并上交 第一轮印象票 有请工作人员收取分表 下面将公布第一轮 印象票的投票结果 周璇奕先生 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罗淼先生 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胡建彪先生 印象票投给了反方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为 一比二 反方暂时领先 现在有请双方变手退席 有请各位评审 一步台上 就座于锁头印象票一方 有请 现在 有请各位评委 给出锁头印象票的原因 首先有请周璇奕先生 首先用三十秒时间来感慨一下 就是 我这将近有一年 没有见过实体辩论赛了 就坐在底下 看变手打辩论 然后我就想起来 有些变手 我在网上 就是过去的这一年里 我在网上看他们的辩论 他们模糊的脸 他们时段时序的声音 他们卡来卡去的表现 然后我今天看着 我热泪盈眶 就是好真切 好感动 然后我就想起来 就是今天我们所讨论的 技术跟艺术的关系 就是你想一想 就是假如一个 当年看电影的人 就看那个最早的那个电影 知道吧 那个黑白的那种 卡来卡去的那种电影 今天看到今天的那个3D MX电影的时候 他的感动不就是我的感动吗 那现在问题就是 好 他现在来到这里了 看到这样一个电影了 现在他突然开始想这个问题 就是这种技术的突飞猛镜 它到底是拯救了 还是毁灭了艺术呢 你看 这就是回到我们这个变体了 是不是突然就觉得 这个变体非常平衡 其实真的很难说 那今天这场比赛 这是我刚开始开的一个脑洞 今天这场比赛 我准备换一个点评方式 因为这么久没有在 实际变得才点评了 对吧 我们换一个点评方式 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两个关键时刻 第一个关键时刻 是反方三变的一轮 第二个关键时刻 是正方三变的一轮 反方三变今天做了一件 很有意思的事情 其实我一直特别喜欢李翔 那个原因是李翔是一个 特别实称的人 我不是夸你 也可能在贬低你 因为一个变手太实际了 会很危险 就是今天其实李翔 做了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就是正方其实今天让评委 有一个隐隐不爽的地方 叫做正方其实一直没有讲 艺术的困境到底是什么 瓶颈到底在哪里 没有很明确的讲 然后李翔站起来问 艺术困境是什么 瓶颈在哪里 当时李翔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当时就觉得 怎么说呢 一方面我觉得你很勇 一方面觉得 我不会干这个事情 因为正方一直没有说 评委会一直不爽 这是正方的一个debuff 这是正方上评委 觉得不爽的地方 你如果说出来之后 对方如果答对了怎么办 对方说 你终于问了 你不问我还正好 你看你相对于用你的时间 帮对方再解释对方的问题 那如果对方答了怎么办呢 好对方答了 答了两点 第一点叫做落地 第二点叫做灵感枯节 对吧 我们先不说这两点好不好 我们先继续来讲 就是说 你继续这样问 那你的对于这个落地 和灵感枯节的这个回应 会构成对方进一步解释的空间 那其实事实上 你就开了一个危险的线例 这是第一个关键时刻 就是反方问了这个问题 好现在就回到了正方的时间了 那正方就开始就解释了 正方三变有一个高光时刻 正方三变提出了 全场最深刻的一个问题 叫做感性跟理性矛盾吗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正方相当于 你知道吗 正方相当于在 拿茅台当汽油用 不是不能 但是正方举出了 如此深刻的一个问题 居然只是为了应对一个技术性的回应 就像正方在 自由辩论的时候说 哎呀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问题 只是为了自由辩论回基尼方嘛 你们还记得那个场景吗 就是哎呀 我提这个问题 只是为了回基尼方嘛 我方也没有想深入这个问题 你得深入 你们琢磨琢磨 你们仔细想想 我说两句话 第一句话叫做 技术正在拯救艺术 第二句话叫做 理性虽然经常让感性觉得 与它格格不入 但是事实上理性正在拯救我们的感性 你仔细想想 你再想一句话叫做 理性正在拯救感性 我再跟你说一个名著的名字 叫做 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本书里边最美的一个意象是 我愿意成为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我在麦田里 看着那些孩子们 孩子们在尽情地玩耍 然后这些孩子们 我让他们尽情地玩耍 但是我要提醒他们 不要到悬崖的边上去 我在麦田里边 我作为一个理性的一个守望者 我是为了让这个孩子的感性充分地发挥 我在这里板着脸 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玩得开心 所以事实上 我当时听到正方三面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当时心里一惊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 这个观点如果往里面去 深入地去打的话 那正方今天的利润会非常的深刻 就差一点点 就达到了哲理边的水平了 太猥琐了 Anyway 就是你仔细想想 严格来说 正方今天真正要讲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虽然 技术在很多地方都跟艺术格格不入 并且会让艺术家觉得非常非常受限制 但是事实上技术在成就艺术 只是以一种比较吊诡的方式 或者是一种比较深刻的方式 正如理性正在成就我们的感性一样 现代社会的人的理性与感性是同样发达的 正如现代的艺术与技术是同样发达的 所以其实它触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点 可是还是没有深入到 延伸去讲 正是由于正方没有延伸 所以导致自由辩论里边 反方提出了一个神逻辑 这个逻辑叫做 请问现在人类处于艺术的高峰吗 如果不处于的话 那岂不是正好说明技术在毁灭艺术吗 而如果处于的话 那你拯救啥呢 我听完这句话 我就有道理 死循环 你有没有发现 这是一个十字顾 这是一个无法逃脱的一个循环 人类现在是不是处于艺术的高峰 如果是处于艺术的高峰的话 你拯救个啥呀 如果不处于艺术的高峰的话 请问什么关键问题变了 不就是技术发达了吗 对不对 为什么人类现在跟我们的祖宗比起来 跟我们的祖先比起来 没有 我们有那么多东西 反而不处于艺术的高峰呢 不就是因为技术的发展吗 然后这个问题问出来之后 其实正方也没有回答 正方为什么没有回答 是因为反方这个线性逻辑的成立 其实它的前提是艺术 是感性跟理性要处于矛盾之中的 你必须作为正方 你有义务深入地揭示 为什么理性能够在一种深刻的意义上 去成就感性 你有义务做到这一点 如果你没有义务做到这一点 那么反方提出了这个形式逻辑上的问题 就成为了一个十字顾 就无法解脱的一个十字顾 可是如果你能够解释出清楚这个问题的话 你就进入到了辩证逻辑的层面 而这个时候反方的形式逻辑 就固化不了你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 所以我听到整个的感觉就是 由于这一点没有讲得很清楚 所以就导致了正方遇到了很多的瓶颈 这是我的理由 我最后说一个正方四遍 让我觉得非常美的一句话 我当时在底下写的就是 如果李白见过尼亚加拉大瀑布 又带怎讲 李白先写了一首《论庐山瀑布》 然后我们把李白拿去 拿到尼亚加拉瀑布去玩 你们都见过庐山瀑布 你们也至少在风光片里面 看过尼亚加拉瀑布 对不对 请问李白如果见到了尼亚加拉瀑布 他又会写什么东西呢 我们是不是很好奇 所以其实正方今天有一点说得非常对 就是艺术的真正的瓶颈 其实说时代不在于什么落地 那个不叫真正的瓶颈 至少这个不是我们现在所遇到的瓶颈 我们现在啥都能落地 对吧 你给个黄瓜 我都能把它PS成什么基努里维斯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现在真正的问题在做灵感的枯竭 而灵感的枯竭来自于什么 灵感的枯竭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对未来的可能性并没有理解 而人类是怎么样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的想象呢 永远需要新技术的加入才能刺激我们的想象力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生活在我们的无感空间里边 我们的想象力其实很有限的 有一个新的技术 我们就有一个新的世界的大门被打开了 每一个新的技术都给我们开启了无限的大门 中世纪有了蓝色的颜料 然后一下就和撒了花一样地玩 后来艺术家发现我们能用蛋清来调那个颜料 颜料就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也是撒了花式的玩 而那个时候他们的玩法 在我们今天被尊称为艺术 而在当时只不过一个叫达芬奇的人 学会用蛋清来调颜料 然后玩得很开心 把人画得栩栩如生 那个时候的人在聊达芬奇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说 你知道吗有个人画得特别特别的像 就站在你面前一样 那个时候的人聊卡夫卡的时候 你知道吗有个人写了个大甲虫 哎呦太好笑了太好玩了 特别的恶搞 那个时候的人就是这样的感觉 而不管是达芬奇还是卡夫卡 他们事实上那种灵感的来源 是来自于社会的突飞猛进 是来自于社会的突飞猛进 对于人所造成的想象力的 无限的刺激与延伸 而技术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刺激物 技术让我们觉得 未来具有无限的可能 所以回到今天正方 最后我回到正方今天提供一个问题 说为什么现在 为什么古典乐没有大师了 废话 因为有别的大师了 因为古典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古典乐的时代之所以过去 是因为现在的技术 使得音乐具有了无限的可能 它不只是极限于原来的那个乐器了 它有无限的无限的可能 甚至原来不成功 其为乐器的东西 也成为乐器 所以毁灭旧的 恰恰是艺术拯救 技术拯救艺术的真正的方式 它是通过毁灭旧的艺术的方式 来拯救艺术的 因为艺术什么都不怕 艺术不怕毁灭 艺术只怕无聊 真正能毁灭艺术的 不是毁灭 而是无聊 这是艺术真正能够 拯救艺术的 技术的真正的前提 你知道吗 技术能够毁灭 很多很多的旧艺术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毁灭 才使得艺术 具有了无限的可能 正是因为 技术不断地使得艺术 不再是艺术 艺术才永远是艺术 它永远就有生命力 我举个例子 达利 达利在摩纳丽莎上 画一撇胡子 那撇加了胡子的摩纳丽莎 就变成了达利的艺术 为什么 是因为技术的突飞猛进 使得达芬奇的技艺 不在之前 原本可能只一个亿美金 现在可能只二十美金 三十美金 而达利画的那个胡子 就是告诉达芬奇 你的技术已经过时了 你的艺术已经不再 被理解为艺术了 而艺术不再被理解为艺术 这件事情很艺术 我说到这儿其实 只是为了 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变手 一定要学哲学 谢谢大家 感谢周旋益先生 下面有请胡建彪先生 有请 谢谢 我觉得周帅 可能真的是太久没看辩论了 我看了线下的 我看了线上的 不是 因为你该有说一句就是 就是什么 他们差一点就走向辩理辩论的那个方向 我觉得远着呢 远着呢 这场比赛的胜负 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看的时候是不会是一个 觉得非常 让我判得非常舒服的一场胜负 因为他其实胜负的这个判断 源自于某一方 就是正方 在现场可能听点的时候 没有听懂对方说什么 然后在 对方攻过来的那个套路中 又不是攻得太精准 但是因为是通过连环追问 而你自己回答慢半拍 或者没有回答及时 或者没有完全回答 而造成的论证责任缺失而导致的失败 所以这场的胜负 我觉得有点别扭 首先反方 反方说的是什么 其实反方的意思就是 艺术符合那三个性 才算是真正的艺术 今天所谓的技术 他们指的不只是一个具体的技术 而是一个技术的思潮 这个思潮本身会裹挟 我们不由自主地去追求效率 在你全力有目的性明确的 追求效率的时候 艺术的这三个特性 就会被压制 体现出来的现象就是 我们可能已经没有大事出现了 或者是我们已经没有 好的作品被出现了 或者是大家已经不去欣赏它了 大概是这个方向 那反方的这个架构 面对了正方什么样的挑战呢 我的纸上是没有挑战 所以变成反方 在这里就天然就 OK, fine,成立 有一个甚至是很诡异 两个很诡异的挑战 比如一场是在中间 短工房的时候 正方问出来说 你说什么现在有在追回 哪里有追回 我们看到不是有一些 很具体的 什么实质的生产出现 衣服的那个 然后就跑出一个 书绣的这个东西出来 书绣这个例子 几轮工房了之后 竟然变成了是正方拿踩的一个点 实质上书绣的这个针锋点 对你方的正方架构 造成什么实质伤害吗 我没感受到 书绣这个案例 能够证明到反方想主张的东西呢 我也没听到 但是在短工房中 确实有技术加分 像这类似的 还有另外一个很诡异的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正方四遍的那一轮总结 又给我看到 就是你的这个进攻 貌似是送头给对方看 因为正方三遍已经明确讲了 技术思潮和艺术本身追求的东西 是八字相克的 所以它正在摧毁 拯救艺术的是谁 是我们 我们是人类 对吧 最后那句话 它已经说出来 它已经告诉你了 技术破坏着人类在试图 拯救在做这平衡 然后你最后四遍的时候 上价值 说之所以不会破坏的原因 是因为人会居中调整 这不就是反方一开始 想要推那条线吗 所以正方 我觉得你们是根本没听懂 好像没听懂 反方试图说什么 然后几个攻防都 好怪啊 所以没有对反方造成实质的伤害 而正方呢 正方其实点 一看的时候 我觉得任何变手 我们看到这个变体 都会想到的那两个点 可以明白 因为正方本身想走的是 攻防路线的这种打法 所以用直白的直达的观点 我觉得是合理的 OK的 第一个 你更多的表达手段 对吧 第二个就是能够给我们 更多的灵感来源 OK我完全接受 反方对正方的攻击 对我来讲是很诡异的 一个就是刚才周帅所说的 到底你拯救他于什么 这太好回答了吧 你看到他的点 根据他两个点 直接给你答案 不就完了吗 拯救于什么 拯救于手段不充分 拯救于什么 灵感开始枯竭 不就完了吗 但是很奇怪 拯救于什么 正方在这里回应为难 我不懂为什么 来到中后半段的时候 尤其是四变 正方才比较明确地 端出那个答案 这个是自由变有一次 能总结一次 就是大概讲的是 这不是这时代的 需要拯救的东西 但永恒技术都在拯救 这件事情 逻辑就圆了 OK 这个给你过 所以反方这一重的攻击 对正方没造成实质的效应 但是在中间的攻防环节中 因为你的回应缓慢 而在技术上 给反方能够拿分 然后第二个问题 现在是高峰吗 因为按您的逻辑 如果技术确实提供了 源源不绝的灵感 和源源不绝的表达手段 那常理推断下去 现在理应是技术的高峰 而艺术的高峰 对不对 其实正方可以大大方方说 是 那你们下一步的争议 就来到我觉得这个变地 更有意思地探讨了 怎样才算是艺术的繁盛期 反方这里可能讲的是 比如需要更多古典乐之类的艺术产品 需要有更多的大师 那才是我们想象中的艺术天堂 正方可能这是说不 当全民都能创作的时候 这才是艺术的天堂 那我想象可能 可能这个变地可以往这边扯 但是不 正方选择不打 我不懂为什么 就 好吧 那因为这个是来自反方的一个攻击 而这个攻击是沿着正方的逻辑理路 推下来的 所以我能认同 反方提出这个问题 叠加了正方的论证责任 而且是他必须回答的一个论证责任 而正方 没有很好的回应 God 所以正方论证责任完成度低 然后完了 我觉得这道题 就是 它有好多 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 跟探讨的空间 我真心觉得这道题 其实挺好玩的 我一开赛的时候 我还跟罗淼说 这题好 因为它包括了就是 艺术的核心究竟是什么 我们想象中 艺术的美好的途径 究竟是怎么样 我们对它什么样的期待 甚至是 艺术对人类社会的功能是什么 都可以沿着这一道题 延伸下来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艺术对技术做了什么 对吧 手段啊 灵感 我们都懂 我们事实上也知道 反方所说的这一切 它技术思潮带动之下 确实让我们很多 在深沉一点的艺术上的创作 确实是会有一点 我们都懂 那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 艺术的定位究竟为何 怎样才算是艺术的高度 那很可惜 这道题 没什么输出 我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技术出身的变手 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 确实没什么好输出的 对吧 你看过我们当年打的辩论 我觉得我庆幸 身在那个年代 因为那个年代 确实是工房技术 决定很多事情的年代 就是 我们其实把对方 只要冲撞 打倒 击溃 穿了个洞 那就完事了 我今天的判准 依然是横走技术挂的 论证责任完成度 这件事情 其实大概率 就是看你们的技术工房 逻辑上的推演 到底如何 但是 我今天依然愿意用论证责任 这一挂来 来判断胜负 是因为 我发现这个时代 其实大家应该具备了 另外一种能力 就是 你用输出 来补充你先天工房上的不足 如果对方确实在你的 整个逻辑框架中 知道了一个漏洞 你本身是可以用更强的输出 来解读你的世界观 价值对 本职认知对 哲学思考对 那你会发现 中间很多对方打出来的洞 其实可以不是洞 所以我今天还愿意相信交锋 是因为我会相信 这个时代变手 比我们那个时代 有更多的输出 但是这一场 有点可惜 我觉得 技术 在扼杀艺术啊 以上 感谢胡建彪先生 下面有请 罗淼先生 有请 好 谢谢现场观众 双方变手 作为少数票 按主办方设置的义务 需要有少数票的评委 尽可能地去说服多数票的评委 但是 这个难度好大 对面做的是当年 教材班的辩论赛中的两个辩设 所以我尽力 说实话 这场比赛 我之所以会坐在正方 一言以蔽之 是到了自由辩论环节之前 我是很清晰地坐在正方的 等到自由辩论和结辩结束之后 我就开始犹豫 这玩意怎么弄 是这样的 我的基本观感 前半场 新国大论论 基本把清华大学干废了 如果我是清华大学 我会很紧张 我会在想 该咋弄 到了后半段的时候 很明显 新国大陷入了 不知道该怎么攻击 以及对几个主要问题 该怎么回答的问题中 前半段为什么会觉得 有一种干废了的感觉 是因为新国大不吃 咱们反方整的那一套的那些逻辑 你说的什么超越性 含混性 非功利性 新国大有一个致命的问题 来问清华大学 你说那么多 你就告诉我 技术即使在你描述的这些要素层面 跟艺术是矛盾的 那它是怎么就影响到了艺术创作呢 它的暗示是 艺术家 技术思维是如何控制了艺术的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新华大学给出的解释非常费劲 你们说的是 例如形成的信息减防 或者工业化生产 因为生产利润 大家更愿意去生产 但是如果大家稍微想一想 就会发现 这其实是一个 没有解释到核心问题的解释方法 因为正方依然可以说 因为我很理解 你们举的中间的很多例子 包括时装和衣服 这些这个例子 该穿衣服穿衣服 该买高定买高定 个人干个人的事 对吧 你要买印刷的蒙奈利沙 你买印刷的蒙奈利沙 你要全款去买莫奈的印象 那你有钱 你去全款买莫奈的印象 那两回事 互不影响 那这方面 其实新华大学 哪怕到最后都没有给出一个 很很好的原容的解释 所以前半场在这个局面 我觉得新华大学很占优势的 而且你们的几个回应 我觉得非常漂亮 这里说一下 我对咱们正方新华大的 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你们可能是 比赛经验稍微差了一点 就你们每一个环节发言的时候 给我一种感觉 是你们提着一口气在发言 就前面会有很顺畅的输出 我觉得我在记 这个点不错 这个点不错 比如说我拿正方二边举个例子 你说艺术价值分为消费品和艺术品 艺术价值总在艺术品上体现 消费品大家生产就行了 还有你说每个时代都有庸俗的作品 我们现在看到的作品 是大浪淘沙之后留下来的 于是你拿现在普遍生产的产品 的平均值 去跟当年的庸俗产品 去跟当年大浪淘沙生前的经典产品比较 这种比较是不公平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追求效率使消费品艺术品 恰恰产生了分离 如果不追求效率 才会使得艺术家被迫要去生产 那些不艺术的作品来挣钱 等等等等 我觉得这一点都非常好 你说一句我打一个勾 说一句打一个勾 但是为什么有一种 提着一口气在发言呢 就是说完一段 最后要加个总结的时候 总会在这个地方卡壳 总会在这个地方卡壳 就是前面铺成了一段 最后要置地有声 挥拳出去的时候 那口气没了 卡住了 不光是二边有这个现象 三边四边都多多少少有这个现象 就前面气壮山河 就是一套架势打完 然后一拳要到脸上的时候 不好意思 电用完了 就有一种 我不知道你们还看没看EVA的那种感觉 就书号机没电 就这种感觉 就每一个环节都有一丢丢这样的感觉 但是不影响点我接下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延伸到后面 可能造成了自由辩论后半段的那种短板 自由辩论后半段 清华大学提出的对你们来说 在我听来非常致命的一个问题 就是周帅说的那个十字扣 现在是巅峰吗 你看这个体现得非常明显 胜方三边站起来说巅峰怎么了 然后这边说是巅峰完蛋了吧 是巅峰那整这个啥 然后四边觉得不妙 我们说巅峰的意思 不是说它是巅峰 我们说它巅峰的意思 主要是怎么怎么 就觉得再试一下 结果试了一下那边又说好呀 那不是巅峰的原因又是啥呢 那就是技术搞 这是一种技术操作上的无耻 就是确实这个问题是无解的 这个问题在你们这个范围内是无解的 对吧 但是我不得不给 就最先从没有到有 拿出这个方法来的 反正最先提到这个逻辑的是 反方三变 确实这个地方 你好不容易挖到了这一点 包括你后面拿苏秀的那个例子 就是刚才两位学长说 不知道苏秀想干嘛 我知道苏秀想干嘛 你们想说的是苏秀这个玩意儿 如果一旦成了工业流水线的商品 它就不再是艺术了 你们还想说的是 你们还举了一个 过去时代大家都做苏秀 which 也不尽然 也不尽然 就是过去大家都做苏秀 现在只能在博物馆里 那不就被毁灭的很惨吗 正方给的回应是在过去那叫女工 对吧 现在反而是使艺术品为剩下来的 所以在这个环节的整个冲击的过程中 在自由辩论的后半段 我其实真的 说实话 我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我就很期待 我说清华大学后半场应该干些啥 但就确实抓到了这一个点 我也觉得在前半场 正方这边最大的问题 建标师兄说 你们的回答是 艺术灵感的实现手段 与提供新的艺术灵感源泉 在拯救艺术 我觉得问题确实暗含的隐忧就是 那好啊 现在技术手段也已经提供了 源泉也已经提供了 那是不是就已经拯救好了 那为什么是正在拯救呢 那为什么是正在拯救呢 就这个图景的描述 不够直接和细致 就没有挪到实处 你们看 我觉得问题还出在这么一个地方 就是你们没有对现在艺术市场 正在发生什么 做过一个比较细致的研究 我说的细致的研究 既包括图景上的分条件的研究 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案例的研究 就你们在做艺术作品的时候 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说到了奥斯卡获奖电影 对吧 你们说寄生虫啊 瞧瞧地一想世界啊 等等等等 你们说对方有一个攻击说 这些电影里面不就没用技术吗 对吧 是不用技术的艺术 所以艺术的蓬勃跟技术没有关系 就是反方有一个提法 如果你们研究过 你们会知道 你们觉得这每一部电影里面都有大量的电影技术的使用 大量的 比如说寄生虫的那个楼 就是CG做出来的 那个房子就是CG做出来的 比如说瞧瞧地一想世界 对二战时期德国的还原大量的技术实现 它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 解决的是你们自己说的那个实现手段的问题 就现在的艺术家 尤其是电影艺术家 在拍摄哪怕是写实的作品的时候 也不用全然到实地去取景 而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做出相应的修正 来拍出自己认为最美好的画面 这是它不用再限制于 那在以前呢 为什么会受限呢 倒不完全是那个地方不能去 而是贵 而是贵 你要把一大群人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写贵 但是现在他可以把钱花在其他更多服务于他艺术创作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们能做这样的研究会好一点 另外一个为什么我会说奇怪 就是你们指责反方说 你别来不来就给我举那些什么秦朝啊 唐诗啊 什么古典音乐的例子 那是古代的事情 我们举点现代的事情 对吧 你看你们举的例子 李渡诗篇万古传 古代的例子 然后总之 就你们自己也举了好多好多挺古的例子 你们举的最新近的 除了那个奥斯卡的例子之外 你们举的最新近的例子 是指环王 那也是创作于将近一百年前的艺术作品 和二十年前的电影 那近一点的呢 最近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所以顺着这个 还有一个小细节 这个是我自己的洁癖 就是那个正方四遍在最后念诗的时候 他说李渡诗歌万古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嘛 这个后两句不就是打你自己的脸吗 你把它背完呀 江山带有残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咋整啊 对 你这个纸备 纸备前半段 这个也好 也有点好玩 好 说回来 就是我说了这么多 我就说 正方有没有一个补完的可能 就是如果你对艺术 最近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最近 正在发生什么 你就知道 技术正在拯救艺术 这个能找到很鲜活的实力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 说的是汤姆克鲁斯 阿汤哥在片场现场发毛了 非常愤怒生气 说你们这群家伙 下次再让我看到 谁在片场不戴口罩 你们直接滚蛋 不管你是谁 你们知不知道我正在做什么 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是尽可能地帮助那些 靠电影工业吃饭的人 这说明一件事情 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在疫情背景下 很多电影居然还能拍得出来 你说里面没有技术 强而有力的功劳吗 那太有了 你很难想象 如果疫情发生在二十年前的话 没有现在的这些技术支撑 现在的电影工业残存的 那一点点还在继续生产的东西 它几乎不可能实现生产 因为它有大量的CG技术保证 你不用去欧洲取景 依然能拍欧洲的场景 你不用去什么地方取景 依然能拍什么地方的场景 更不用说大量的物流和人员技术 使得你可以协调地在线上工作 而不用到现场来发声 剩下的交给你艺术家去创造 你只需要告诉我做什么 我技术就在旁边做就行了 我不知道我不敢揣测周帅的意思 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一点像 就是技术帮你看好门 你自己到里面去作的那种 感觉 你从这个角度去思考 你会发现技术做了一些 非常非常切实的事情 而且技术另外一个 在追求效率的这一件事情上 它做的最大的一个贡献 是降成本 它把一些贵的 要死的东西 变得非常的便宜 使得艺术家 不用再受限于哪些能用 哪些不能用 都可以用 天马行空的想就是了 二三十年前 在你们举了电影的例子 就说电影的例子 在拍电影的时候 很多能实现的东西不是不能实现 而是实现起来太贵了 所以你得选 你要么要这个 要么要那个 只有现在的人才能豪气地说 我都要 所以才能看到的那些作品 所以你做一些这些洗致的研究都好 然后最后就是 你们都讲到了辩论这个案例 其实何不多讲一点 夸自己几句吗 如果辩论是一种艺术的话 没有技术如何实现周帅身临其境地 到现场来观看辩论的这个小小的要求呢 也许啊 大家另外一个想象是 在反方的立场是觉得 你看线上技术展现出来的辩论赛 从各个角度都比不上 比不上线下传统的辩论展给人的冲击感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在疫情的背景下 能够在这个地方 用这样的方式比赛 你说后面技术的贡献有多大 你说多大都不为过 我觉得你拿掉任何一项5G的技术 转播的技术 电脑直播的技术 你拿到任何一项 都不可能实现今天的这个局面 都不可能欣赏 那这样的话 正方的论就有了一些非常 颁给了那些艺术片 如果你能告诉大家 艺术片里面的技术 是如何与之水乳交融在一起 而根本不可分离 那你这个揭示一出来 反方会更难招架 所以我的分数票反应上 前半程正方的得分是很高的 因为我觉得正方的那几个攻击 反方确实很难给出答案 很难给出答案 那下半场的时候 就自由辩论往下的下半场开始 还真是开始打逆风球了 我觉得这可能是经验丰富变手 与新锐变手 不好意思 我真不知道你们的年纪 你们也知道 新国大有那种高龄变手 出战的爱好 你要知道之前在这个地方 我看到新国大的 那是旁语学姐 然后今年看到的新国大的变手 是出现在人大的石兰恩老师 所以我觉得说大家是新锐变手 这个也不为过 但是最后要说一句 因为我也不知道能说服他们多少 但是新国大一直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永远不知道你们能做出来什么 就有些时候觉得你们年轻的时候 但力量又特别的强大 离现在比较新近的小霸王 王兆林 说句要不得的话 我真是看着他长大 他打第一年新国变的时候 正好对位的是四川大学 完全不认识他是谁 完全不认识他是谁 就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这么 还挺厉害的选手 然后后来渐渐地看着他 从辩位上成长成熟 然后变成现在 当然就各方面成长成熟的一个 对渐渐就小霸王英硕化的那种进程 也是看起来的 所以我总觉得未来可期 如果我居然说服了一两票的话 你们下一次可以试着 在细节上再深挖一些 会构成更有力的武器 好吧 谢谢 感谢罗淼先生 请问各位评审 是否还需要补充发言 我只是补一个 我怕会传达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我的胜负判断 依然是会按照就是 论证者完成度这一派来 继续来梳理 这是我现在的认知 内容加成这一块 我会体现在分数上 然后在讨论的过程中 当然也有考虑到说服性 但是说服性到最后的高度是 你要自己去举证它 去论证它完成 它才会进点 我还是这一套来判 虽然我在呼喊输出 但是我判准上不因此而改变 这是第一 第二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高输出这件事情 刚才我突然想起 我就要 就是周帅刚才讲 讲的是学哲学这件事情 我觉得 那是对的 就是更多的本质思考 其实真的会让你在每个变题中 会有更多的输出 我只是最后 澄清一下我自己 谢谢 感谢各位评审的精彩点评 有请工作人员递上商讨票 有请三位评审填写第三轮商讨票 再次感谢三位评审 有请一步台下就座 比赛结果已出 首先揭晓的是 本场比赛的最佳辩手 他是来自反方代表队的三辩 李强同学 恭喜您 下面 我将为大家宣布 国际话语辩论邀请赛 复赛第二场的最终结果 第二轮环节分数票 周璇毅先生 投给了反方 罗淼先生 投给了正方 胡建彪先生 投给了反方 第二轮投票的结果为 1比2 第三轮商讨票 周璇毅先生 投给了反方 罗淼先生 投给了反方 胡建彪先生 投给了反方 第三轮投票的结果为 0比3 加入第一轮印象票的 最终结果是 正方两票比反方七票 让我们恭喜 反方代表队赢得了本场比赛 同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送给本场比赛的八位辩手 感谢他们为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按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